HELL 聊世紀 天眼中心 大家好 我是RE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豬肉騎人 這場比賽是花里屬國王杯2的要塞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橘色的這位玩家是 台灣知名高手 Solakuma 天空熊 目前呢 他的四列排名也是一直直線往上上升當中 天空熊這次選擇的文名是中國人 中國人最大的特色 一開始的村民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目前在那邊看到開局 中國人這邊的村民數有13對上12人 村民數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中國人除此之外 他的文名特性也是相當厲害的 基本上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騎兵有品種 也有三級馬鎧 步兵也有三攻三防 而且弓箭手也有拇指環 基本上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而且他的這個騎兵呢 也有這個駱駝可以使用 所以即使你遇到騎兵果 你也可以轉一些駱駝去反制 所以中國人最大的弱點 就只是自己沒有火炮跟火槍 其他大部分的一些戰術選擇 都可以拿來做使用 那中國這個文名呢 也算是新手不太去適合玩的一個文名 因為他要學習的東西有點不多 那再來就是他遇到生透的時候 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他沒有這個救贖思想 所以要抵抗對方的這個 投石車的話 只能靠自己的騎兵單位去做解決 或是用大量部隊引壓過去 好這邊天空熊利用自己的肉馬 去拉了一隻肉馬 去拉了一隻豬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這張地圖是鑰匙 同時也是4G模式 會有一隻國王 那國王可以拿去探圖 那赤猴呢 就可以去拉豬 那為什麼不用去村民去拉 最主要是因為你村民這樣移動的話 去拉豬過來的話 也會浪費這個採集時間 但是在今天賽事裡面 這一點拉回來的巨流 也都會被視為很重要的一個 採集資源的時間 那能用這個肉馬去拉 就用肉馬去拉 減少這個村民的移動時間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張地圖呢 要塞一開始會有這個劍塔 做防守 那我也蠻 推薦 新手一開始玩要塞 去做個練習 但是 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玩要塞之後 去玩阿拉伯 你就會發現 你完全不會打阿拉伯 就會 變成說你的模式 都變成在打競技場 還有這個要塞 然後變成你其他地圖 的學習能力 印度或印度能力就會變得比較差一點 所以要塞 這個地圖 練習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要開始去練阿拉伯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 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在城堡賽 就可以產出火槍兵了 那土耳其火槍兵呢 是一個射程滿遠的 而且攻擊力也是非常強大的 一個槍兵單位 但是他的槍兵對步兵單位 沒有額外增傷 這點需要注意一點 但是在這近幾次的改版 他的土耳其火槍變成射程 有變短了一點 我記得以前是八射程 現在變成七射程 算是平衡了一些 那土耳其火槍兵 在城堡賽是很難解的一個單位 通常你要打贏他的話 是很困難 你就算出戰毛兵 或是奴兵 也很難贏射著他 除非你的數量上有 比險上的天生優勢 那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土耳其人 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他的垃圾兵不能升級 毛兵不能升為戰毛 槍兵也不能升為重裝強槍兵 所以這個官方有給他 這個大漏馬的免費升級 所以他到地龍時代 馬上就有這個大漏馬 可以直接做使用 而且他的漏馬的 遠防的設施 遠防的防禦也是特別高的 非常耐抗見識 所以即使對方出弓兵 想要去抵抗對方突耳其人的火槍兵 他還可以馬上轉出漏馬 去做反視對方的弓兵 這個彈性來說是相當好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因為要塞這張地圖 前期就是一般的直層打法 偏為居多 如果打一個封建快攻 很容易被擋下來 不像競技場來說 這麼好 拿到這個塔光光的效果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裡面有很多劍塔 還有這個城堡 可以去抵禦對方這個塔光光的時間 所以會不太建議在這張地圖打一個快攻 盡可能還是去打直層 甚至單TC樹地 都是一個很好的戰術選擇 好 那目前看到 土耳其人 這邊是我們的 也是台灣高手 尤布丁 那尤布丁我個人對他不太熟 那我知道他是最近 近期來說也是很強大的一位 台灣的 算是職業選手 應該好像是職業選手 他也是TAG的職業選手 那他在上次的比賽 也是在跟 G40交手過後 也是打敗了G40 那在台灣能打敗G40的選手 其實也蠻少的 所以他也被視為了 台灣的前五大高手 之一了 好 那目前看到天空熊 已經也直層上去了 那尤布丁這邊是決定要 單TC樹上帝王這樣子 然後出生旅 那因為他沒有開城鎮中心喔 所以可以這樣直接判斷 他是要單TC樹上 那天空熊這邊是3TC喔 正常開局 那天空熊這邊開局有一個 小小的問題喔 就是他沒有把城鎮中心分散開了 就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把城鎮中心開這個位置 然後利用這個村民喔 就是分散開一點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對方這邊插寶的話 就兩個都用城鎮中心就直接爆開了 分散風險我覺得蠻重要的 或者是可以直接考慮開後方這個位置 也可以考慮的 但是後方這個位置可能會被生頭 針對之類的 好 那天空熊這邊很正常喔 直接3TC上去 游不丁這邊支援量 今天快要來到了帝王時代的時間點 那其實游不丁他這邊有做一個小小的隱瞞 就是他隱瞞自己的戰術 那是怎麼隱瞞的呢 就是他利用自己的 這個上城堡時代的時間點 去上城堡時代 讓對方沒有察覺到自己是樹帝王 但其實像天空熊這種高手 看到對方這種時間點 樹上帝王時代的時候 就會去繞對方的圍牆 看裡面到底在幹嘛 那通常看到旁邊沒有城鎮中心的話 就會意識到對方是樹帝王 因為如果你在旁邊繞個一拳的話 至少還會看到對方會開城鎮中心之類的 沒有看到的話 就一定是判定是樹帝王 好 那游不丁這邊 帝王時代還有一分鐘 拉了非常多村民 按了少量的槍兵 走了出來 天空熊 要遇到對方來插城堡囉 石頭也要挖水洞 好 那這邊游不丁就可以考慮直接出 唉唷 這邊中國蓮奴射到了三隻村民 好剩下的 中國蓮奴被招搶走 好那這邊肉馬也是直接升級為 匈牙利清騎兵 但是初始給的那隻刺猴 是不會 給的 就是升級的 唉呀這不是給的吧 這個是這個 招搶到的 不好意思 講錯了 初始招搶到的 講錯奇怪了 我記得 初始那隻應該也是會升級才對 好 那目前看到 天空熊這兩棟城鎮中心 果然被針對到了 那天空熊這邊也是點下了帝王時代 還點下了一擊一射 那這場比賽也是 花歷史國王盃的冠軍賽 那天空熊呢 在這場比賽中也是 打得非常精少 應該蠻多人已經看過了 那目前看到天空熊這邊 兩棟城鎮中心 被針對住 而且還有火炮 在做進攻 天空熊也不能出 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作為反制 反而是穩穩的 去按下了更多的中國聯弩 去做反制 那這邊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村民差距已經來到禮貝 76村打37村 天空熊的村民 基本上沒有受到太多的騷擾 反而是天空熊擊殺到了一些村民 那目前呢 天空熊有這個村民上的經濟優勢 但是沒有軍事上的這個科技優勢 所以這邊就是要盡可能的往後撤退 然後去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然後去開農 灑下更多農田 那大衛上到帝王時代之後呢 看要不要去挖個石頭 然後反插對方的這個黃金柱 或者是這個正門口 去做一個對方經濟破壞的事情 因為對方沒有開農的情況下 你只要反制他家裡 能傷到一點他的經濟 基本上他就被秒殺了 那如果家裡也守不住的話 也是個問題 所以待會天空熊這邊考驗是 要如何邊進攻邊防守家裡 待會是一個比較困難的課題 這邊用少量的中國聯弩 直接反制回去 中國聯弩這個單位非常強大 射速快而且攻擊力又很高 打對方的火炮傷了也是蠻好的 那天空熊這邊有點卡人口 因為房子跟城鎮中心都被拆差不多 人口卡的有點緊繃 那目前升到帝王時代 天空熊也補了一棟手推車 但可能會來不及研發好 射掉了一隻老頭 這隻老頭應該也沒問題 第四隻也拿下 OK 中國聯弩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火炮完全打不到中國聯弩 好 那這個就是 要抵禦天 這個突爾西人這招的一個最好方法 就是用大量的工兵單位去反制回去 當然你也可以用騎士之類的單位 但是要小心這個 樹地的老頭 原來你通常出騎士去反擊的話 你的騎士數量要夠多 但是對方都已經樹地強攻的情況下 肉類會很少 所以通常用工兵先稍微去反制 是比較常見的 或者是直接用自己的老頭 救出思想去反制對方的火槍 或者是火炮 但是由於中國人沒有救出思想的關係 所以天空熊這邊就只能用中國聯弩 或者是強弩去做反制 好 這邊農田大量直接被棄手 哇 這邊直接損失3TC 很虧啊 天空熊這邊後面補了一棟新的城堡 補下了增兵技術 還有更多的村民 但村民差距呢 還是差距快要一倍 82村打45村 或者是尤布丁 這邊後方 補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開始雙TC開農 看到自己已經傷到這麼多的經濟 就有考慮要來去補下更多的經濟 尤布丁這邊遇到的問題 就是他的推進速度 其實不算慢 但是還沒有傷到天空熊的村民 因為他現在傷到的 就只有這些經濟建築物 只要村民不死的話 天空熊就還有無限的可能性 好 這邊尤布丁看到天空熊村民往右邊走 應該有意識到天空熊要來插寶了 但是他的所有單位都在正前方 好 這邊用少量的中國烈奴正面反之 能夠打得下來嗎 好 看來放棄了 沒有要阻止這棟城堡 好 巨型頭司機正面展開 那這邊有些人差點是對方的巨型頭司機 這個要不要往下拉去守一下 OK 但對方直接拉走 那就沒關係了 公共熊直接到了正中間 開始挖了金礦 因為他這邊金礦都已經被斷了 這個附金啊這個地方 黃金都被沒有辦法正常挖掘 後面好一塊附金喔 還行 但這塊也沒有辦法很安全去挖掘 因為這邊有個箭塔 這個箭塔待會被火砲拆除之後 待會這邊就沒有人可以防守 火砲就會輕鬆打到這個地方 那土耳其人現在又做的事情就是 雙TC開農 可能要開始轉出一些肉碼 稍微去做反制了 但是現在出肉碼的話 很有可能會斷肉 或是3TC斷存的問題 所以待會農田已經暈作起來 就要開始下馬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邊天空熊拉了幾隻村民過來 暴打一下巨型頭司機 上方的中國聯盧 火砲反制打到了幾隻單位 哇 這邊反制打得非常好 損失掉了一些工兵 火砲克工兵 就是這麼的強大 但數量太多的情況喔 如果有閃陣就效果沒這麼好 當然沒有關係 天空熊靠著這一棟城堡 守住了對方的連環攻勢 稍微擋住喔 還不算真正的手下 但是天空熊這時候也沒有想要給予反制回秀 反而是拉了3台巨型頭司機 開始往前走 要來進攻油布丁的家裡 中間這一個黃金喔 讓天空熊 有這個很好的救命金喔 讓他不會完全斷金 好天空熊這邊撒下了更多農田 好 這裡撲了一棟新的城鎮中心 油布丁下方沒有發現 好 這邊開始繼續開射 那樹地打到這個時候 沒有再繼續進攻前方的城堡 其實就會有點危險 那為什麼油布丁不繼續往前進攻 這也是顧慮到天空熊這邊中午連弩太多的關係 如果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沒有辦法在外面架起來 然後又可以守住的話 很容易被中國連弩給射爆 那天空熊確實也在後面 存了一波中國連弩作為防守 好 這邊把巨型頭司機給架了起來 先拆掉外圍的城鎮中心 開始要來進攻了 這就是天空熊很厲害的地方 他分兩隊喔 佳里這裡用這邊連弩守住 然後他敢往前把巨型頭司機插起來 或是火炮往前的話 中午連弩就會往前射爆 這邊中午連弩放出來 想要去射射看嗎 因為有三級射了 三級射射程來到4加7 中午連弩的缺點就是手比較短 這個距離剛剛好可以射的到喔 OK 這邊反制應該沒問題 中午連弩的箭矢數量夠多 再射掉一台火炮 有機會嗎 可以 這邊反制反制的相當好 OK 四台巨型頭司機 開始在進攻城門了 這個城門血量 我剛想奪破我4000多 我剛選到修道院了 OK 拖河線這邊慢慢轉出肉麻 三個麻就開始補效 但天空熊這邊也補得非常及死喔 開始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哇 這邊牆兵 意識非常好 知道拖河線的這邊力氣喔 就是大落馬 拖河線這邊被拆了一棟 神聖中心之後開始往後撤 但村民差距已經開始拉近了 81吋打88吋 天空熊這邊差距只有領先7吋而已 按正面的中國連弩 的威脅喔 讓 拖河線 游布丁這裡有點害怕 所以並沒有再繼續往前升推了 反正在這邊中間 空下了農田之後 就沒有再繼續往前 好 中國連弩這邊 繼續往前給對手壓力 這一棟城堡也要被拆除掉了 家裡的火炮也來不及產出 就一直被往前升推 家裡後面沒有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這有點可惜喔 要是在打這個城門的時候 游布丁有在後面補一棟工程器製造所 還是產火炮出來的話 還可以有效克制住喔 天空熊這邊推進喔 雖然也是會有點困難 畢竟火炮不是萬人的 這個工兵也是會躲劍死 那土耳其人這邊要反制回去工兵單位的話 可能就要利用大洛瑪去做反制 大洛瑪這邊鎧甲還在升級當中 這邊黃金有點爆 三千多黃金 這邊最好是買賣一波喔 馬上買賣了 趕快買賣上去 剩個三級馬卡 還有三級工 通常對方已經殺進來的情況下 最好是趕快再補一個兵工廠 然後把這個黃金全部拿出去買肉 然後開始產大洛瑪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大洛瑪一出來去追中國聯盧 但是家裡的城堡已經快要扛不住 而且農田大部分都已經沒有辦法正常運作了 天空熊四台巨型投死機要拆除 由不定家裡所有的防禦建築了 由不定這邊的中國聯盧也扛不太住 直接打出了GG 哇 這邊天空熊直接升到級兵 意識相當好啊 黃金也是大爆挖一波 完全不怕黃金的問題 所以家裡這邊又大量中國聯盧去做反之 雖然火炮也是打到了一發不錯的傷害 受到非常多中國聯盧 但依舊沒有辦法繼續推進天空熊家裡 天空熊這一波一定是反敗為勝 那稍微劇透一下 天空熊最後的戰績 是以4比0的戰績 打敗了油布丁 拿到了法力屬國王杯2的冠軍 天空熊這個也是非常強大 沒有想到打油布丁可以打出這種戰績 因為油布丁其實也是非常強大的一位玩家 但天空熊的應對 他也算是非常的有彈性 因為他該知道自己該什麼時候反擊 什麼時候該退守 這個中國天空熊來說 玩得也算是很厲害 因為天空熊的這個文明 是不太好抵抗 對方的這個 槍兵配上火炮的這個搭配的 最主要是因為沒有救贖思想關係 所以防守來說只能比較行為被動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天空熊這邊 拿到食物跟木材的聖令 石頭則是少贏一點 黃金稍微少輸一些 對方有5聖物 黃金產量非常誇張有3000多 經濟來說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該點的都有點 而且剛剛天空熊也有想要捕手推車 但後來被打掉了 這場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天空熊的中間這坨挖金 油布丁沒有抓到有點可惜了 不過油布丁這時候就產出少量的肉碼 去稍微巡邏的話 要是有抓到中間這邊挖金的黃金村民的話 他就不用這麼質疑的去攻擊這裡的區域 反正是可以稍微去抓到這些村民 拿火槍兵快來反制一下 天空熊可能就會有點難受了 但天空熊這邊 中國聯盧數量其實也蠻多的 其實要防守的話也可以防守 但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防守到就是了 但至少還可以傷到一些天空熊的經濟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